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绘画里有三要素 眼睛的观察 手上的技巧和大脑的审美 必须三个要素同时升级 作品才会看到明显的提升 如果你只靠看了一些速成教程提升了一些技巧 但审美没提升 那你是一个根本不会感知到瓶颈器的弱逼画手 若看了一大堆艺术杂志 设计盏 大脑画集 审美大幅提升 手上的技巧却没跟上 会感觉自己是一个随时都在瓶颈器的弱逼画手 那我技巧审美都没升 就只是提升了观察的 那你不是画手 是一个很闲的呆逼 如果用大大超越自己目前技巧的审美去思考 我这幅画怎么才能增加更多表现力 我要怎么才能创造出独特的风格 我要怎么才能画出踏神这种神剧女和灵魂 这就像村长看了一堆拳击比赛 就开始思考如何用飘逸的走位 去闪避世界冠军的钢拳 有世界级的审美固然很好 但运用这个级别的审美前 咱至少先锻炼成一个能挨得了世界级拳头的小兽吗 评判自己的创作时 稍微把审美标准降低一点 能牵引着自己手上功夫一步步扎实提高就足够了 本节目由天敏设备版提供赞助 本月全新升级的天敏机三菱全版面大版 兼容Mac Windows电脑Android手机 依然配备可以替代快捷键的天敏魔权功能 一根手指即可完成各种快捷操作 驱动直接在板子里 不用光盘不用下载方便螺库 只会插画漫画设计一板通吃 使用中遇到任何难题 随时骚扰天敏官方技术小妹 淘宝和天猫搜索 天敏天敏期间点 在伟大画手的航路上 抢吧 抬头撇路法 大部分绘画人都懂 要提升作品效果 还得加强绘画基础 但一想到要打开那本恶心的Bridgeman 或者花几十个小时 看这个老大爷 或者这个二伙的素描教程 就宁愿摸鱼画爽图了 其实你并不需要 一次看完一整本教程 或者上几个月网课才摸爽图 只需要摸爽图前 去多看一个之前不知道的知识点 就足够了 比如你已经能画对黑白灰的爽图 那么看完本期兜兜村以后 试试把各个名案层集 逐一对应一个颜色来画 看看能不能改变之前 一上色就稍选色 整幅画五颜六色 或者脱模的脏兮兮的习惯 这就像开车时 你只需要偶尔瞄一 附近五百米的地图 保证每次在正确的道路上往前走 而不是又绕回到以前习惯的老路上 然后你发现 高的地图又翻而把你绕回去了 洗心研究法 很多村长喜爱的热门YouTuber BilibiliUp主 如果我们去看他以前的视频内容 经常会发现和他们现在的热门视频 差别蛮大的 在找到爆点前 他们一般都会尝试很多不同的方向 绘画创作里遇到瓶颈 我们可以找一些自己平常从来没画过 一看就想吐的东西来画 画概念场景的 试试卡通风格 平常用板子垫毁的 试试油画刮刀毁 雪地尿尿毁 很多小村民说 之前跟着豆子村一个半小时的速写节目爆画后 感觉腰不酸了 肾不疼了 被揉腻之后浑身爽快 这是因为村长把大家平常很少画的各种东西混在一起 强行塞到了你的嘴里 看来豆豆村的村民 全是瘦 顺带一提 如果不觉得无聊 想要再来一期 跟村长一起画 的老铁们 Double Type 666 Oh My God Pomodoro 计时法 有一部分经常抱怨自己瓶颈期提不高的孩子 其实每天很多时间花在八卦会圈酸同僚跪大脑上了 感觉一直在会圈浪荡 但真的动手时间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多 下个Time Management App 或者什么Pomodoro 计计时打打卡 看看自己练习时间实际有多少 如果一周少于15小时的话 根本不是瓶颈期升不了级的问题 而是 你没开游戏啊 揍中boss法 喜欢玩RPG的证明 有没有发现 如果一直在新手村 打大大低于自己级别的 史莱姆啊 小针鼠啥的 浪费很多个小时也无法升一击 但如果冲得太快 越机挑战大boss 也很容易一啪就被拍进棺材里 也是又费时间又郁闷 所以我们每次创作时 尽量选有一点点难度 但又不至于被揉腻到屁股痛的挑战 比如正在学透视基础 就不要去创作大透视 人体挡着扭着的场面 先在作品中 把这种一点两点透视的人体 画正确就行 大神附体法 村民们玩游戏 或者参加体育竞技时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先看了某个大神的比赛视频 然后马上自己动手 某一瞬间好像突然大神附体 被TurboCharge了 这就是新智突然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 跳出来的感觉 我们长期待在美术圈 或者艺考圈里的孩子 可能经常被老师大佬 批得一文不值 会太过服从 我是这个阶段 所以我只能画出这个水平 的思维限制 每次绘画前 看几个大神的绘画过程 设计大师的纪录片 或者就是在自己工作台 电脑桌面 粘贴一批自己 随时都能看到的大佬作品 启发自己 用空降的思维 放开胆尝试得到的结果 你会发现通常比平常会更好 有一句话不是说 乱拳打死老司机 这老司机没开着车吧 在摔跤比赛里 偶尔踢踢对方的胯下 也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哦我懂了 我老呢 我来踢你的胯下了 说了这么多突破瓶颈期的方法 但我们忘了思考一下 到底瓶颈期是啥 和游戏升级一样 越高的级别 每升一级的时间也就越长 绘画新人可能一两周集中训练一下 就能有明显提升 高端化手 有可能几年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也就是说 从一级升到下一级之间的所有时间 都是瓶颈期 那个升级时 爽快的非瓶颈期 总是转升级式的 所以要冲破瓶颈期 得接受 这些无聊的瓶颈期 才是绘画提升中的常态 我们要解决的 并不是怎么度过瓶颈期 而是怎么对抗 感觉到瓶颈 而失去自信 起根 首先 能开始感受到 哎 我可能瓶颈了 的人 很可能离下一次升级不远了 因为你已经意识到 自己练习了不少时间 并且开始能看出自己的问题了 其次 你遇到的每个瓶颈期 也都是别的画手 在升级的道路上 同样会遇到的 如果把绘画人们的成长 想象成一大群小蝌蚪 找妈妈 把瓶颈期想象成是在一次次筛选掉 不够强壮 萎靡不整的 会画小蝌蚪的试炼关卡 我们只要想办法保持自信 耐死赖国的坚持过一个个瓶颈期 最终 就能找到妈妈 我怎么感觉你讲的不像是 我们所知的小蝌蚪找妈妈呢 这个宇宙很久坏 任何爽快的感觉 都只会给你一瞬间 接下来让你花大半辈子时间继续求索 就像你不可能一生98%的时间持续处于高者 任何技能的练习 98%的时间都是瓶颈期 也许这就是神人让我们这些卑微的生物 不断保持进化的设定 但追求高潮的途中 为什么不能欣赏那些不起眼的沿途风景 想说自己每一次落笔呢 都记忆 村民们还有什么自己度过一个个瓶颈期 保持自信不弃坑的好方法 都可以在弹幕和回复中分享出来 让咱村村民一起度过一个个苦难 一起不断升级 一起踢当 如果咱村节目能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 点个特别关注 提醒铃铛什么的 收藏分享一发 让更多人在苦笑中学点有用的绘画神免知识 你的每一点知识 都是咱们小村子继续勇敢创作这些 有趣又有用的节目的动力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alred 于 春乐 丁 我们不希望 R